各位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當初妹子一轉剛公布消息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興奮的 幻化妹子的卡圖整體來說都很好看 只有水妹跟暗妹我比較不喜歡 身為一個長髮控 火妹是及早是我覺得很香的短髮妹 木妹整形大成功 伊燈很可愛 但看到技能時我整個傻出 無數幻化妹子同一套技能就算了 還是同一套的廢技 當時我給的評價就是欠上修 結果隔天立刻光束上修 出場之前就宣布報廢真的超好笑 跟當初龐貝一樣 然後北歐還成了順便上修的機會主義者 在講技能前先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升華能力 妹子一轉後有改升華能力 不管是電話還是幻化 都有進場CC-4的效果 配合武裝的話可以進場CC-5 機動性非常高 再來是武裝龍克 妹子武裝的被動比較特別 自身屬性豬5連有神族1.2倍功的效果 消一組4粒以上的新豬 還能有無視回復歸零的回血被動 這個回血被動 跟熔冰河、彈珠武裝的那個回血被動 是同一種算法 疊加後的回血量幾乎可觀 自身屬性豬5連的條件 在現在的生態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以常用的隊長來說 只有天女獸能無痛觸發 其他隊長都要改變轉法或是依賴主動技 這個增傷也是可以疊加的 以暗北歐隊來說 如果放戀話、幻化、暗妹哥一張的話 五連暗就能讓神族有1.40倍的增長 講完這兩個細節後再來看技能組 首先是戀話、幻化共同的隊伍技 同屬性神族寫回1.5倍 但條件是全隊只有同屬性神族 跟某張超Poke的4.5%不一樣 無條件火神進場CC-3真他媽有病 順帶一提 判定條件是進關後 因此像姆姆這種會轉屬的卡也能觸發 現在環境我覺得木暗神缺隊長 其他屬性都有北歐之外的神族隊長 水火、光屬分別對應到特哥、赤油與天女獸這三個隊長 他們組同屬性神族都蠻強的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赤油 因為隊長的輸出倍率會掉一些 但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輸出問題其實不難解決 天女獸組起來的死血算高 因此對撐血這件事比較沒需求 但特哥、赤油的死血都不算高 這兩個隊長組純色的神族隊我覺得很強 赤油靠火魅配火吧可以撐到10萬血以上 看起來這個配置可以把五風災二壓著打 不像當初要用門檻超高的隊員 再來是煉化型態的技能組 水魅是CD時的三回合無法行動 還有三回合的凍結與底屬轉水的效果 再送你跨三回合的破防、煙秒 與路徑轉身族強化組的效果 破防、煙秒與路徑轉身族強化組的這個能力 在敵人無法控制的時候也能發揮 並不至於整招廢掉 火魅是CD6的12秒排出 還有火屬性與神族2.2倍增傷 再送你EXCOMBO加8的效果 在全神隊還能加8C EXCOMBO加8的這個效果 效益跟C數有關 C數越高效益越低 一般來說會漏在1.4倍到1.8倍之間 可以用1.6倍去估計 因此這招的增傷效益可以用3.52倍去算 要注意的是 火魅的排出屬於開技後直接排在那種 這種類型的排出不能發動角色族 碰到角色族紅綠燈的時候請別亂改 木魅是CD5的解黑白 成功解掉黑白的話還能解4CD 還有跟以前一樣能疊加的計程效果 最多疊加5次 疊加2次以上的話 能讓全隊無視連擊相等盾 隊長是神族的話 開氣當下還能讓全版轉強化組 個人覺得很難用 因為木隊與神族對要解連擊相等盾的話 直接靠某某的定盤就好 還剛好是同屬性同種族 疊加1層的回血量只有1萬出頭 在現在的生態實用性不高 1燈是CD6的跨5回合補血 自身80倍回復力算起來可以補10萬以上 還能解10化 再送你光屬性與神族成員之行解碎裂的功能 不管是光屬還是神族解碎裂的隊員都不好用 單論解碎裂這個功能已經很強了 還送你解10化與補血的功能 以現在遊戲生態來說 天女獸剛好沒有處理回復規令的手段 處理碎裂的手段也很受限 1燈一張卡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 武裝再送你一個神族1.2倍的小增傷 看起來會是以後高難度光臺的顯法 1燈這規格真的誠意滿滿 跟他的胸部恰好相反 暧昧是CD7的全隊解鎖 再送你全隊2倍攻 COMBO速固定為13 以及條件2.5倍增傷的效果 觸發隔回而增傷的條件是要擊殺所有敵人 因此碰到手殺盾的時候是無法觸發的 類似的技能不少 但暧昧的條件特別嚴格 像母母的亢奮防鎖效果只要求擊殺敵人 在使用上要稍微注意 這招就是13號技衣的完全上位版 最後提醒一下 這招的第二個能力比較特別 大多數情況正能力都是副作用 他會清除敵人身上的控制技能 因此如果不把這招當解鎖而是當增傷的時候 這招是先開 如果先開了其他控制技能才看暧昧的話 先開的控制技能會被清除 接下來輪到幻化型態技能組 MH很用心的只設計了一個技能 然後把它改成5個屬性 引爆全版的珠子 並掉入自身屬性珠與新珠的神珠強化珠 第一批天架會被改成自身屬性珠與新珠 最直觀的運用就是靠這招來解 手消屬性不相異 以及手消多動減傷這種技能 而且知道是用炸的 所以不怕敵技有轉珠機無效 但改天這樣的效果在現場環境 大多數情況都是副作用 像吃油、莉莉絲與天女獸這種 會凱第一批洛珠的隊伍 就會把本來隊伍的洛珠給吃掉 輸出反而會降低 第一批洛珠雖然說只有自身屬性珠與新珠 但沒有保證相連 因此可能會碰到天象沒消到的情況 以這樣能發揮的只有特哥或是北歐寶 特哥可以靠主動計水珠一效的效果 讓第一批洛珠幾乎全消 北歐的話則是沒自帶洛珠隊伍技 洛珠效果不會自帶隊伍技的話 洛珠就算沒消掉也能留大量的 自身屬性珠與新珠給下一回合的用 天象不管有沒有消到都不會 以實用性來講 我覺得幻化妹子只有水妹跟阿妹比較好 火目光都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的程度 火妹跟伊登分別要面對瑪娜與龍帝龍 木妹則是要面對木木與納奇 水神雖然說有蓬萊這個兩種珠子的定板 但蓬萊是用轉的而水妹是用炸的 因此水妹偶爾會比蓬萊有優勢 幻化暗昧雖然說要面對淡路這個競爭者 但以洛姬暗神隊來說幻化暗昧還能撐血 因此真要說的話幻化暗昧算有優勢 畢竟淡路不是暗神 不像火目光三個屬性之真的沒什麼出場機會 以天女獸光神隊來說 幻化伊登的洛珠反而會讓輸出降低 因此他就算能撐血我也不想用 更別說龍帝龍是被選中的孩子 他本身反而能撐到隊伍技的1.5倍三位 總結來說 我對這次妹子一轉的表現非常滿意 組同屬性神族的撐血隊伍技真的很強 而且電話光暗昧的技能都很實用 就算不組純色神族配置也會考慮入隊 電話火妹比較特別 基本上只有火神隊要撐血的時候才會用 非全火神配置不太可能看到 畢竟主動跟火八技衣重疊太多 而且幾乎是夏威般 吃油沒什麼加C的需求 火妹加8C也不足以應付33C追擊這種筆記 正要說的話大概就是 結界地形複合高C追擊的時候才會考慮 換話妹子稍嫌尷尬 基本上只有水妹跟暗妹有用 畢竟今年是水暗月年 因此純色神族隊要撐血的話 會優先考慮電話形態的妹子 吃油全火神靠火八與火妹撐血的話 可以撐到11萬血以上 在全隊只有火屬性神族的情況下 火八自身兩倍血 火妹再讓全隊1.5倍血回 而且還可以偷渡魔魔 因為火八與火妹的撐血隊伍技 都是進關後才判定 11萬血對很多隊長來說隨便撐都有 但對持油這老頭來說 其實是很奢侈的要求 雖然說組全火的話 會讓隊長的輸出倍率掉一些 減少36%我覺得影響不算太大 火八與火妹的三把昇華劍就幾乎抵銷了 而且火妹本身就是一個不錯的增傷 還能配合火八雙技各種方法充輸出 因此以後的高難度關卡 就算沒有全火神就 也可能看到我組吃油全火神 暗北歐靠兩種形態的暗妹感覺不錯 只是現在還沒上修 不確定實際用起來如何 暗妹是我覺得唯一值得複製的妹子 練話換話各衣好像真的有料 而且妹子一轉的空間只有16 跟暗北歐隊的其他巨屯隊員比起來 實在是親民的多 以上就是我對妹子一轉的簡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